接下来第五 其他相关审计程序 其他相关审计程序 这里面呢 主要就是一个就是相关披露的问题 再一个是管理层偏向的问题 这是那我们其他相关程序 第一 关注与会计估计相关的披露 与会计估计相关的披露 那我们也得怎么样 它不光是表内的问题 还有表外的 是不是啊 而那和会计估计相关的披露 也得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的规定来披露 所以我们注册会师也应该设计什么 实施进一步程序来获取证据 当会计估计涉及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时候 注册会师可能确定 有必要做出额外的披露 以实现财务报表的公允反应 如果管理层没有在报表中做出额外的这个披露 那我们可能会认为 因为该披露的没披露存在重大错报 它的金额错是错 披露的错也是错报 这是一个再一个 识别可能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那管理层有没有偏向啊 那我们对于管理层就财务报表中会计估计所做的判断和决策 注册会师应当评价是否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偏向 那这个也就说即使啊 即使这些判断和决策 孤立的看是合理的 被审单位管理层 它要有偏向的时候 尤其是故意的偏向啊 故意的这种偏向 那实际上就是舞弊的问题 这种偏向 它肯定让你单个看 看上去 它一定要看上去是比较好的 比较恰当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些这个判断和决策 孤立的看是合理的 但是你合在一起的时候 综合考虑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现 它有矛盾的 有不恰当的地方了 是不是啊 如果识别出来 可能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那注册会师 当然要评价这种偏向迹象的影响啊 如果是有意的误导 那这时候舞弊的性质啊 则管理层偏向就具有舞弊的性质 我们这关注的就是可能存在偏向的迹象啊 这偏向的迹象呢 在我们教材393页 偏下了啊 倒数第二自然端上面 与会计估计相关的可能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包括 一管理层主观的认为环境已经变化了 并相应的改变了会计估计或估计的方法 实际上它就说变了变了是不是变了 可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 是不是啊 但是根本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管理层选择或做出重大假设或数据 以及产生有利于管理层目标的点估计啊 管理层选择或做出重大假设或者数据 都是奔着有利于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管理层目标的这个点 都是为了维护它的是不是啊 第三选择带有乐观性或悲观性倾向的点估计 有可能所有的估计都是乐观的 有些所有的都是悲观的 比如他想把费用做大损失做高 那所有估计都悲观 对不对啊 他要是想把这个损失费用都做少点 那都乐观是不是啊 不利的事项他都乐观的估计 所以那这就是一种偏向嘛 所以这是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接下来 可能存在管理层偏向迹象 可能影响我们注册快失 对风险评估结果 那有偏向 这时候尤其是这个偏向是有意识的 那我就会考虑怎么样啊 风险评估的结果合适不合适啊 5B风险我评估的合适不合适啊 应对没应对啊 是不是啊 和相关的应对措施是否仍然适当的判断 那我就得考虑啊 注册快失同时可能有必要考虑 对审计其他方面的影响 包括是否需要进一步质疑 管理层做出会计估计时的 所做的判断的适当性 在这儿我发现了某个估计 它有倾向 有这个什么 是不是啊 有偏向的迹象 那其他方面可能也有啊 可能存在管理层偏向迹象 也可能影响注册快失 对财务报表整体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得出的结论 啊 此外注册快失应当评价 做出会计估计时 所做的判断决策 是否反映出管理层的某种偏向 从而表明存在 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啊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只要我认为它有偏向 一定要考虑的什么 广一点风险评估的呀 我采取的措施啊 我所做的判断啊 其他方面的影响啊 舞弊啊 是不是啊 这些都要考虑到 这是这个管理层偏向啊 接下来 第三个其他程序 实施审计程序之后 做出的总体评价 做出的总体评价 实际上就是对管理层做出的 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我要得结论 是不是啊 那这个如果有中有错报 错报在哪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呢 一块来看一下 第一 注册快诗应当根据 已经实施的审计程序 以及已获取的审计证据 做出下列评价 第一 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是否仍然适当 那就是有没有 如果有偏向迹象 那可能我会考虑 已经做出的这个评估的 这个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可能不适当了 需要把风险再调高 那我就还得再考虑 要追加什么程序 对不对啊 第二 管理层对于财务报表中 会计估计的确认计量 列报披露 做出的决策 是不是啊 是否符合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计是否合法 是不是啊 再有是否已经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论这些证据是佐证性的 还是相矛盾的 我是否已经获取到 充分适当的证据了 实际上那也就说 被审单位这个 他的一个就是风险评估结果 我要不要再重新考虑 再一个他的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 是不是啊 那有没有重大错报 然后再有我的证据的充分性 适当性是不是够了 那我们第二 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呢 在审计过程当中 审计范围受限了 那应当评价这一情况 对审计的影响 或者评价这一情况 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影响 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我就要看这个会计估计的这一块 它是不是重大的 影响不影响报表使用者 依据报表的判断决策 如果影响 那我这时候就会考虑 我怎么样啊 我可能要出保留的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了 是不是啊 无法获取证据吗 我行不成结论 是不是啊 注册会师应当确定 依据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是否合理 就是否有重大错报 如果不合理 那就构成错报呗 那我们注册会师 可以考虑具体情况 来做出我们的职业判断 那具体什么情况 不外乎就我们用点估计 来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我们用区间估计 来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嘛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 当审计证据 支持区间估计的时候 那区间可能较大 就我这个 估计的这个区间 比较大的时候 区间如果要比较小 这个区间比较小 它如果这个小到只要落在区间中任意一点 那都绝对没有问题 是不是啊 而且这个区间呢 是我们比较满意的 那还可以 如果这个区间比较大 且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数倍于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如果它在我们这个区间 它在我们 应该说在我们实际执行重要性之内的时候 我们可能这个区间 我就认为不大了 让我们感觉到 就是我用来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相对来讲 有那个就是发生风险的可能性 是比较低的了 如果我们现在评价的这个区间 做出的区间估计 数倍于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比如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我们定的是800万 是不是啊 结果它5倍 是不是啊 那它结果4000万的这个区间 从2000万到6000万都是都有可能 是不是啊 它注册坏事做出的区间估计那么大 那这时候 尽管较大的区间 在具体情况下可能是适当的啊 因为这和我们原来的提法就不一样了 原来就得缩小 缩小到我们实际执行重要性 但是可能实际当中根本就做不到 是不是啊 所以尽管这个现在我们认为有可能它会比较大 但是呢 也有可能就是这个 你想想万一一旦被审单位的恰当的一个点估计 我这区间要太大的时候 数倍于我们的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就有可能它落在的那个点上 它虽然在我们区间内 我给它评价就合理的 实际上它和真正恰当的那个估计 那个点差距大大超过了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是不是啊 所以但这可能表明注册会计师 有必要重新考虑是否已就区间估计范围内的金额合理性 获取了充分适当的证据 那就是我区间那么高那么大 那这个我区间估计这个范围内的 因为我要就区间估计范围内的金额都是恰当的 我得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是不是啊 那我原来获取的证据合适不合适啊 有可能就是表明我那时候这个区间那么大 我这个证据可能不太合适 应该可以怎么样啊 那我再获取证据可能就能缩小我这个区间了 是不是啊 第二审计证据支持点估计的 可能不同于管理层的点估计 如果审计证据支持点估计 支持的点估计 因为我们注册会计 做出点估计或者审计证据支持的那个点 和管理层做出的点 不同 那两点的差注册会计师的点估计和管理层的点估计之间的差异 就是错报 点点差 注册会计师的点估计和管理层的点估计 我们注册会计师做出来的点估计 比如说是3500万 管理层的点估计是1000万 那这个中间这差2000多万 那就是什么 就是错报 是不是啊 第三 审计证据支持的区间估计 可能不包括管理层的点估计 我的区间估计是恰当的 是获取到了充分适当证据 这个区间范围内的所有金额都是合理的 我都有证据了 那这时候呢 管理层的点估计落在了我们区间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 错报是什么呢 错报为管理层的点估计 与注册会计师的区间估计之间的最小差异 那就比如说我的点估计是500万到800万 现在他的估计是什么 是200万 所以错报就是什么 200万到500万之间的最小差异 是不是啊 最小差异 那就300万的错报 所以这是实际上我们做出总体评价的核心 虽然总体评价是评价我获取到的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了 我是不是这个他的会计估计是不是有重大错报 核心在这啊 接下来呢 我们第四个 就是我做出总体评价以后 那接下来第四 获取书面声明 就会计估计我们要拿书面声明 注册快试应当要求管理层治理层就以下事项 提供书面声明 然后一个是什么 根据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有关确认计量披露的规定 管理层和治理层做出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使用的方法 假设数据都是适当的啊 注册快试还应当考虑 是否需要获取特定会计估计的 就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假设数据啊 特定估计的声明啊 那这个特定估计的声明包括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教材当中394页靠下 倒数 倒数第六行 有关特定会计估计的书面声明 可能包括下列内容 这也会客观题啊 虽然是破号1234567 那我们一做出会计估计时 做出的重大判断 已经考虑了管理层知悉的所有相关信息 管理层要说我知悉的所有信息 我都考虑了 是不是啊 第二管理层做出会计估计时 对所使用的方法假设数据的选择 和运用的一致性和适当性 我都是遵循了一致性 是吧 也适当的 所以这1234567我就不说了 我们自己要看啊 这是我们这个书面声明 最后还要和管理层 治理层沟通的问题啊 第五与治理层管理层 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人员进行沟通 首先与治理层和管理层进行沟通时 注册快师应当根据形成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的依据 考虑是否需要沟通 与会计估计相关的事项 要不要沟通 我们要考虑 第二注册快师应当与治理层沟通 注册快师对备审单位 这个会计实务重大方面质量的看法 这不就是我们在和给大家讲与治理层沟通的时候 审计中发现的重大事项里面就有 是不是啊 第三注册快师 应当以书面形式 向治理层通报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 值得关注的内控缺陷 第四除了与治理层沟通外 注册快师可能被允许 或被要求直接与什么 其他相关机构或者人 比如监管机构啊 来进行沟通 这些沟通可能有助于注册快师 识别评估应对重大错保风险 这是我们在会计估计审计当中的沟通问题 那我们审计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这个知识点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审计会计会计估计估计及相关披露这一块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例题 首先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关于注决计会计估计区 复合以前期间会计前期间会计估计的结果 或管理层对以前期间会计估计做出后续重新估计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个 哪个说的是不对的 我们看一下选项A 复合的目的不是质疑上期依据当时可获得的信息而做出的判断 这说法对不对啊 没错啊 我们复合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识别评估重大错保风险 识别评估本期的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的重大错保风险 不是质疑上期的错 是不是啊 接下来我们看选项B 会计估计的结果与上期财务报表中已确认金额的差异 不必然表明上期财务报表存在错报 对的 是不是啊 并不必然表明就存在错报 因为就是上期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就上期做的估计 只要在当时条件下 当时获取的信息做出的合理的恰当的判断 那上期的估计就是对的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选项B也是适当的 接着我们看选项C的说法 恰当还是不恰当啊 选项C追溯复合 以前期间会计估计过程有效性的信息 通常不能提供当期过程的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提供不了对当期的会计估计过程的有效性的这些信息吗 这些证据吗 恰恰是我通过追溯复合以前期间 管理层做出会计估计过程有效性的信息 能够对本期他的会计估计过程这个有效性怎么样啊 获取信息 是不是啊 所以选项C就怎么样啊 错了 是不是啊 选项D如果会计估计的结果 在较长期间内才能确定 注册会计师针对若干期间 实施追溯复合可能是适当的 那也是对的 所以ABCD当中只有选项C不对 我们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选项中 属于存在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有哪些 哪些属于高度不确定性 是不是啊 那这个A 高度依赖判断的会计估计 高度依赖判断 越依赖判断 他的估计的不确定性怎么样就越高 B 由于所处的市场不活跃 会计估计可能依赖 不易观察到的数据 那这个怎么样 观察不到的数据 那他的不确定性怎么样啊 蒙着来的那口不吗 是不是啊 接着选项C 采用预测期较长的假设 那预测期较长的这种假设 那这个期间太长了 这种假设 你现在假设一年后不确定性都比较高 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的 是不是啊 那这个根本就怎么样啊 不确定性太高了 选项D 缺乏可观察到的输入数据的情况下 做出的公允价值 会计估计 那缺乏那种什么 竟是观察不到的数据 是不是啊 那在这时候 你做出的公允价值的估计 当然不确定性就高了 所以ABCD 都是属于具有什么 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 我们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注册会师 应当了解与被审单位 会计估计相关情形的有哪些 这些选项当中 哪个是什么呀 是我们应当了解与被审单位 会计估计相关的情形 是不是啊 那我们A被审单位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那我想要了解哪些需要估计 那肯定 会计准则 是不是啊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有的就规定了 你必须要做出估计啊 是不是啊 接着选项B 与被审单位 会计估计相关的监管因素 是不是啊 那监管因素就决定了 他怎么样啊 有这种什么需要做出估计 C 被审单位 如何识别和应对 以会计估计相关的风险 这也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啊 需要了解的 是不是啊 D 管理层如何复合 以前期间会计估计的结果 以及如何应对复合的结果 那这也是什么啊 我们要了解的 是不是啊 ABCD 都是啊 我们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情形中 注册会师应当认定 会计估计存在错报的 有哪些 哪些应该认定他 会计估计有错报啊 我们看一下选项A 当审计证据支持点估计时 管理层的点估计 与注册会师的点估计 存在的差异 那这点点差就是错报 是不是啊 我们再看选项B 审计证据支持的区间估计 可能不包括管理层的点估计 在这种情况下 错报为管理层点估计 与注册会计师区间估计之间的 最小差异 这也是错报 对吧 接着选项C 会计估计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存在这种迹象 我就说他有错吗 不 我只是认为风险高 我要多查 是不是啊 但是不表明就一定有错报 啊 接下来选项D 会计估计的结果 与上期财务报表中 已确认金额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那这个上期 人家是按照上期情况做的 只要上期的情况 做出的是恰当的估计就可以 不表明那就是错 是不是啊 所以ABCD当中 只有A和B应该认定为错报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简答题 假公司是ABC快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A注册快师负责审计假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 评估认为商欲减值存在特别风险 商欲减值资产减值这就是估计啊 是不是啊 就是会计估计啊 而且存在的是特别风险啊 与商欲减值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 那我们123455个事项 我们的要求针对上述第一至五项 逐项指出A注册快师的做法是否恰当 不不恰当 简要说明理由又是我们老套路啊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一个一个的看 首先看第一个事项 因假公司管理层 在实施商欲减值测试时 利用了外部专家的工作 他减值测试的时候 因为涉及到什么 未来的他所带来的什么 现金流量折线是不是啊 那他这时候他怎么样啊 他利用了外部的专家啊 A注册会计师认为 与商欲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 与审计无关 无需对其进行了解 那怎么与商欲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 怎么能与审计无关呢 而且商欲属于商欲减值这块是特别风险啊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评估认为存在特别风险啊 对吧 那存在特别风险 那就应该怎么样 必须要了解内控 怎么能不了解这个内控呢 是不是啊 怎么能与审计无关呢 他本身商欲减值就存在什么 存在特别风险 就应当怎么样啊 这是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 应当了解他啊 必须要进行了解 所以A注册会计的做法不恰当 我们再看第二个事项 假公司管理层 在预测资产组啊 预测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时 采用的是什么 未来五年收入增长率 未来五年收入的增长率 明显高于过去三年的实际增长率 且缺乏在手订单的支持 拿到手里的订单 是不是啊 比如说有的 因为他的这个明年交货 后年交货的 是不是啊 未来三年的这个订单 有的时候一个订单怎么样啊 就订了一个长期合同 是不是啊 在未来五年内 我都怎么样啊 比如说从这个19年到24年 都要作为他的供应商 给他每年提供多少 是不是啊 那这就叫在手订单 在手订单 那这个如果有在手的一些订单 就已经显示出来怎么样啊 那这个他的收入确实增长了 是不是啊 增长的比率能够支持他 那当然好了 他现在怎么样 没有在手的订单 那这时候A注册会计师 对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啊 那就聊聊天呗 是不是啊 并检查了管理层批准的 未来五年的预算 继次认可了管理层的这个假设 这个假设 这可是重大假设呀 是不是啊 这个关键的假设 这个就访谈一下 看看他的预算 那这预算 甭说这个 再高 他都敢算 是不是啊 所以就批准了这个预算 你就能够作为证据吗 作为他这个重大假设 是恰当的这个证据吗 这个证据根本就不充分 不适当 是不是啊 充分性和适当性就不够 所以 而且这个假设 也是什么 明显不合理的假设 针对明显不合理的假设 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你只是进行了什么 访谈 检查了他的这个预算 批准的预算 根本不足以怎么样 证明他的假设 就是合理的 所以第二个事项 注册快施的做法 也是不恰当的 我们再看第三个事项 假公司商誉 简直测试使用的折线率 明显低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的平均值 管理层聘请的评估专家解释 其原因是假公司的融资成本低 A注册快施询问管理层 得到了同样的解释 据此认可了折线率的合理性 那这个折线率 他的这个折线率明显低于同行业 那这时候 这个就询问管理层 得到的和他这个 因为评估专家 这是管理层聘的 他肯定为管理层说话 为被审单位管理层说话呀 是不是啊 那这个注册快施 问管理层 得到也是什么融资成本低 这种仅仅就是依据什么 依据询问管理层 拿到的证据 根本不足以证实 管理层这个专家的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说法 就这个询问管理层就验证了 那我们得有证据证明他融资成本 确实低于同行业 所以他的折线率才能低 所以否则是不行的 你融资成本低 那好了 我就看看你融资的时候 你的融资成本到底有多低呀 是不是啊 人家都平均6%的利率 你怎么就4.5%的利率呀 你咋就那么低呢 是不是啊 所以那我这时候你得有证据 确实你是4.5%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第三个事项注册快则做法不适当 就仅仅询问管理层 来作为什么啊 证实专家的这个解释的说法 根本不足以证实 是不是啊 他不够这个证据 就询问一下 这哪够啊 对吧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事项 A注册快师也聘请评估专家 因为他这个涉及到评估的问题嘛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自己不行 我们也请专家了 他请专家我们也请啊 聘请评估专家对假公司某项商誉的减值测试结果进行复合 啊 我们你不是商誉减值你有专家来做的吗 我也请专家来复合一下 A注册会计师怎么做的呢 这就利用专家工作了啊 评价了专家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客观性 是不是啊 然后专场领域 过取了专家复合报告 并实施了特定的程序 对专家工作的恰当性做出了评价 据此认可了专家的工作 可以不可以啊 该这个对专家实施的程序都实施了 对不对 我们确实需要用专家因为管理层用专家了 是不是啊 这也确实超出了我们会计审计领域之外 好 那我也请专家 我们请专家的时候对专家的什么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客观性 专场领域了解了他专场领域什么 获取了这个复合报告该做的程序 评价专家工作的恰当性了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我认可了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所以第四个事项 A注册快适的做法恰当 我们再看第五个事项 2020年第一季度 那这就新年度我们审的是19年报表 是不是啊 2020年第一季度 假公司 某重要子公司的医用防护产品开始热销 那不是就疫情了吗 是不是啊 2020年那个一季度 那就那不是疫情了吗 所以这个管理层认为该事项啊 认为这个产品热销啊 这个事项呢 不影响与该子公司相关的什么 商誉减值的测试 商誉减值的这个测试不影响啊 你产品热销和商誉减值 这个不影响 A注册会计师 检查了期后相关产品的销售情况 认可了管理层的做法啊 我们也查了他的销售情况 那这个认可管理层这个 就不影响 确实也认为管理层的判断是恰当的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没有问题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呢 介绍的这么一个简答题 这个答案可以自己再看 看一看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审计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 这个知识点